好 各位現場的爸爸媽媽 還有各位來賓 爺爺奶奶 好 各位表演的小朋友 各位老師 大家早安 早 好 我現在在這邊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小小音樂家音樂教室的主任 我是葉瑩老師 然後平常我的工作呢 就是教少少部分的學生 就是所以教學這個部分 我也有負責非常少量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所有的行政的工作 音樂會的整個籌劃 從學曲目到開始讓學生練習 然後開始到最後到現在所呈現出來的成果 就是我是負責在這個中間做所有督導的工作 然後跟發號司令的動作 所以要跟大家講一下你們今天所看到的成果 就是從頭開始做一首的包辦這樣子 好 那今天是聖誕節的音樂會 我相信在場的學生應該很多都已經至少參加三四年 從初階到現在是中階 我們這個階段跟現場爸爸媽媽還有爺爺奶奶來賓講解一下 我們的音樂會分成初階 中階 高階 初階在小小音樂家音樂教室 大家都已經那個check了 就是ok了 才會來到中階的這個地方 那在這個地方呢 位置大概是一百多個人的位置 所以整個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然後包括場景啊等等的 只是跟初階 不管怎麼樣 初階大家如果有來過 就知道是一個非常擁擠的地方 小小的場地讓小朋友在練習上 可以比較不會有那麼多的壓力這樣 然後現在來到的是這個中階的地方 對 然後呢 今天是聖誕節的音樂會 然後跟現場的爸爸媽媽還有表演的小朋友說一下喔 今天我們的布置呢 是不是很可愛 好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布置 這個是聖誕樹 等一下的交換禮物呢 我們全部都放在地上 因為讓他有一個整個這樣呈現出來的那種感覺 所以以前我們都是放在櫃子上有沒有 現在這次就是把它放在地板上 然後這樣交換禮物 好 然後再來呢 就是聖誕老公公 好 這老公公大家應該就知道這個 那主要是要介紹這個 這個是等一下會後呢 大家可以跟這個拍照 這是小小音樂家今年呢 是十週年 所以我們辦音樂會就辦了十週年了 好 那辦十週年 你看我們初階 中階 高階 所以我們就這樣這樣這樣 呃 呃 呃 巡迴了十週年 所以你看我們 因為你看我們今年初階辦了七場 七個小場 中階辦四個小場 高階辦兩個大場 所以總共我們光一個 一個 一個 呃 聖誕節音樂會就辦了 七加四再加二 這樣是幾啊 十 十三 對 光一個 一個季節就是十三 對 所以你看這是十週年的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十週年呢 這裡有一點有一點意義 這個是吃奶嘴的時候 就是一開始 吃奶嘴的時候 然後呢 開始會打鼓呢 大概是三四歲的時候 開始會打鼓 好 然後開始吹長笛 這是笛子 就是差不多七八歲的時候 所以在這一個圖 其實是一個 呃 人的成長這樣子 所以就有點象徵是 呃 音樂教室的成長 跟孩子們在音樂上的成長這樣子 所以從 呃 吃奶嘴到會打鼓 然後會吹長笛 這是一個 小孩可以成長的過程 就是在這個地方 稍微展現一下下 所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好 然後再來呢 就是呃 我要介紹一下 等等呢 你們小朋友出場的路 呃 出場要怎麼出場 然後 呃 照相要怎麼照相 呃 我要先講一下在我們這個位置的部分 好 第一個 就要請爸爸媽媽幫我配合一下 第一個 你們要不能開閃光燈 照相的時候沒有開閃光燈 然後手機跟 呃 要關靜音或是關機 連那個叮叮咚 那種聲音 line的什麼 line 那個聲音都不可以有這樣子 所以任何的音 呃 聲音都不能發出來 以免表演的照片會受到影響 好 然後講一下就是 這邊有一個叉叉 然後 你家媽媽 你要 你幫我請了一下 這也是一個叉叉 這兩個叉叉都是攝影保留區 因為上次有家長跟我反映說 有一個角度 如果有兩個角度就是還不錯 所以如果 呃 這個攝影保留區只有 該表演者的家長可以做 然後如果換下一個表演者 那個 呃 家長就要先離開這樣 反正只有該表演者坐在那個 攝影的保留區這樣子 對 然後你們可以往前往後 因為每個手機是不太一樣的這樣 所以這是攝影保留區 好 再來是 呃 現場表演小朋友的部分 那我現在請一個小朋友來示範 呃 我們敬禮的動作 好 來 我們請擁結吧 好 等一下呢 這邊從關 呃 你們在表演的地方到敬禮 插插在這邊喔 有一條很長的路 所以走路要走好 來 我們請擁結示範 慢慢走 不要 然後重點是我發現很多人不會撥背 所以抬頭挺胸 好 你走一次 好 打到叉叉 對 叉叉 好 兩手擺好 隨便我看喔 好 敬禮 好 然後你到表演的地方 對 好 記得 要拉裙子 對 不要讓整個膨膨裙膨下去 好 椅子前後自己調一下 往前或往後調整一下下 葉老師不會幫你們做喔 你們要自己調好再開始 好 踏板的位置看清楚是右邊的踏板 不要踩錯了 我們以往每次都有人踩錯踏板 那個效果完全不一樣 好 彈這樣子 OK 好 假裝彈完了 好 請起立 好 敬禮 好 然後走回去 不要表演完 喔 太興奮了 然後就走得超快的 好 慢慢走 好 慢慢走 然後走回去這樣子 好 表演者跟家長是分開做的 請你表演完不要去找爸爸媽媽 要等大家全部結束才去找爸爸媽媽 好 可以嗎 好 然後等一下表演的時候呢 不能說話 只要他說話我會對你警告一次 對你警告兩次 等一下交換禮物就給 給那個風雨者 就給那個小朋友這樣 知道嗎 就給那個阿傑老師 你就沒有交換禮物 你抽到了你也不能 那個你也不會拿到這樣子 OK 好 好 那我想跟現場的爸爸媽媽媽說一下 因為每一次音樂會完 我大概都會收到一些不同的回饋 好 但是有一件事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我們今年表演的學 我們每一次表演者都有那種 在中階很久了 或是才剛上中階的人 好 然後其實要講的是 大家的出發點都是不一樣 大家可以 就是意思是說 他雖然是在同一個場次 可是大家出發的時間並不一樣 所以就是不太能拿這些人來做比較 你不能說他彈得很好 所以他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有可能他已經很久了 或是說怎麼樣 所以他不是一個齊頭式的一個狀況 對 那其實主要是檢視過程有沒有努力 對 不是說看到現場的人 然後才說我的小孩怎麼都不足啊 怎樣都不努力啊 怎麼都好像彈得很爛或什麼之類的 對 有時候你才剛上來 你就難免是彈比較簡單的歌曲 這是一定的 所以我們是看小朋友的狀況 看小朋友這個個人的狀況 然後去決定說他是彈什麼樣的東西 而不是說你彈得很簡單 所以你彈得比較不好 不是這樣的 對 因為之前就有部分的家長 會跑來跟我講這件事情 說我的小孩怎麼看起來 很簡單的東西啊 或是說他怎麼彈不順啊 這都有很多很客觀的因素 有可能他今天就是特別緊張 因為他手就是滑掉了 他現場狀況不好等等 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其實只要是要檢視過程中有沒有努力 過程中如何練習 這比較重要 對 我想要表達的是這個部分 對 因為我覺得在表演前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樣大家才不會 欸 表演完 我覺得那個心情很差 心情非常不好 或是什麼的這樣子 對 好 然後呢 還有呢 很多媽媽有跟我說 喔 他覺得小朋友就是在練習的時候壓力很大 壓力就是在學習過程中壓力很大這樣 那我就想跟所有的爸爸媽媽講一下就是 現在小朋友可以感覺到壓力 或是可以感覺到 欸 好 可以感覺到壓力完全是一件好事情 如果他現在都沒有被訓練壓力去面對壓力 影響不開那種辛苦的感覺 那只是他現在沒有去面對 他長大一樣要去學習這件事情 所以你當你現在覺得 喔 好 我因為各方面的課程 然後呢 感覺到練習是一件很有壓力的事情 或是那個 這都是一定的 就一定都是這樣 他就是要在這麼小的時候去學習 這個壓力如何面對 他長大以後 他才有能力去 知道自己該怎麼管理好自己的時間 你知道 我怎麼覺得有很 一直稀稀素素稀素的聲音 請不要發出聲音 好 就是去面對壓力 或是去面對自己時間要怎麼安排的問題 對 所以我才跟所有的爸爸媽媽說 就是因為就是有爸爸媽媽說 哇 那這樣怎麼辦啊什麼之類 我說那這樣非常好 因為你現在面對了 代表孩子這麼小就是去了解 這個人生有這個問題 對 這樣子他以後在長大 在成人的時候 他就知道這個問題 我有曾經面對過 所以我知道怎麼解決 大概是這樣子 對 然後我常常說 就是你現在 花很小的代價去面對壓力 不要長大了才發現自己不敢上台 自己不敢面對人群 然後花了大把銀子 大把的錢去上那種 很昂貴的課程 然後去面對自己 童年沒有被訓練起來的東西 像那個卡內吉 你給大家知道吧 就是一個課程 照到五、六萬、六、七萬 甚至十幾萬之類的 你上了還不見得有用 為什麼 因為你童年的時候 就是沒有被訓練這些東西 童年的時候就是沒有面對過這些東西 你要到你的成人層去修補過去沒有面對的課題 就只是這樣而已 所以所有爸爸媽媽 當你的小朋友開始面對課業上的問題 跟鋼琴之間的時間上的平衡沒有抓到的時候 這都是我從以前到現在一直面對家長的問題 所以這都是很正常 而且也是孩子現在學習是最好的 因為等到他以後再學習就非常麻煩 而且不好學 就大概是要跟大家免疫好這件事情 好 我今天放了一些這個叫做迪士尼的樂譜 這個我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 我們先開始聽聽一些孩子的表演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這是我們之後會開始讓學生接觸到的一些東西 這是最新的樂譜 然後我覺得非常的棒 到時候會跟大家在現場的時候說明一下 這個我們會怎麼使用這樣 好 OK 那我們要準備開始囉 好 對了對了 講一下 中階的表演我會選一些人下一次去高階表演 那我會從中階四場裡面 就是今天表演的四場裡面 就挑出我覺得適合的 我就下次就讓他們上去了 所以就看大家的表現這樣 但我覺得看起來大家在過程中都很努力 所以我們就那個放輕鬆 爸爸媽媽請你們放輕鬆 我都常聽到爸爸媽媽比小孩還緊張的 那個緊張到爆炸的 這個我們每天都在聽 那天高階表演前就一個媽媽開始來跟我抱怨 我真的是太緊張了 我真的快死了 什麼的 我就說拜託 你怎麼比你小孩還緊張 你小孩都這樣氣定神 覺得你緊張什麼 對 所以請大家家長放輕鬆 就是 你會緊張 因為你覺得你的小孩 不應該彈錯音 可是 彈不彈錯音 並不是他表演好或壞的標準 對 我們高階這次表演 每個人都有彈錯音 每一個人都有彈錯音 因為他們彈的歌都很難 而且我有跟他們說 我不會因為這首歌你會彈錯音 所以我不選這一個程度的歌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 你會彈錯音 所以我們就不要選這種很難的歌 不行啊 這樣叫音噎廢時 因為你覺得他不能 他會彈錯音 所以我們不選這個程度的歌 這樣子 其實他就沒有學到那個程度的東西 所以反而彈錯音或什麼的 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你不要覺得說 小孩子彈錯音 所以怎麼樣怎麼樣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放輕鬆 因為你覺得你得失 爸爸媽媽覺得得失心很重 所以你緊張 然後你就很焦慮小孩的表現 就是沒有大家放輕鬆 就是開心的看我們的音樂會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表演就要準備開始了 跟所有的表演的小朋友說 等一下我就直接抱兩首曲目 我就不會在中間插話了 例如說 林佳勳表演美國巡邏兵 跟You are my songwriter 我就直接講了 我就不會在中間插話了 你就直接彈下去 一首表演完 就休息 然後再下一首這樣子 OK 好 這邊的表演的前三個小朋友 這裡要維持三個小朋友 所以是什麼意思呢 等一下林佳勳是第一個表演的 後面三個也就是蔡曼雲 馮彥澤跟蔡敬忠 就要坐在這三個 所以你要看好節目 但你不要那個傻傻的 根本就沒有在注意 等一下我找 等一下我找不到人就不行 所以這邊就是維持三個人這樣 可以齁 這邊就要維持三個人 OK可以嗎 好 自己要看好節目單 然後要跟大家講一下 你們今天聽到的表演的曲子 都是你們會學到的歌曲 所以請你請你認真聽 因為這都是課本 很多都是課本裡的歌 或是 反正你現在聽了 你的聽覺就有記憶 你的聽覺有記憶 其實就 蜜花坦也會比較好彈 這樣 所以要認真聽 OK 好 那我們準備開始囉 第一個表演的 是林佳勳小朋友 來我們給予熱烈的掌聲 好跟大家說他表演的曲子 第一首 美國徐羅賓 第二首 你們是我的掌聲 是我的掌聲 是我的掌聲 在哪裡 和掌聲 小青 或者掌聲 或掌聲 需要小鬆 在哪裡 和掌聲 在哪裡 我不用掌聲 好 我不用掌聲 我哪兒 是我的掌聲 他回來 在哪裡 我們來 兩個掌聲 我有掌聲 是我的掌聲 你在哪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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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